大家好,我是冯提莫 给大家介绍下《外向情自闭症患者》这首歌吧 这首歌其实它讲述了两个不同的自己 相信大家听到都会有共鸣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跟这个歌名还是蛮贴切的 有的时候身不由己你必须表现出蛮不在乎 或者是就大大咧咧无所谓的那种样子 但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些流言蜚语 或者是看到一些负面的东西 你自己还是会很有感触很难过的 但是你要不断的去包容它 然后接受它 因为这首歌是比较 其实是比较讲述自我内心的那种 一种孤独和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我希望他们比如说好感动啊 好听啊泪目啊 就是哭了哭了这种 节目中最期待看到谁的舞台 比较期待的可能是戴燕妮吧 我跟他是两两相相当于是PK的对手 所以我还蛮期待燕妮的表现到 如果可以回到过去 会考虑女团出道吗 还真不知道哎 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的舞蹈天赋也不是很好 我就可能我要花上百倍的努力 才能就达到跟他们那个舞蹈水平一样好吧 最后有哪些想要挑战的音乐风格 其实我蛮想挑战摇滚或者是rap 就是这这类的 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太摇滚的这种曲风 还蛮想试一试 用自己 谢谢 爱过 摩托 做我的英雄造句 谢谢爱过 你不能做我的英雄了 自己骑着摩托滚吧 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下做主播的你和综艺中的你 主播的话是外热内怂 但是在舞台上面的话可能在综艺上面的话可能是外怂内热 自拍时的逢题目适合搭配的BGM是什么 搭配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就是佛系少女 你说你喜欢想你谁而我做了一个情 就像A-O-O-V-E去掉一半变洛丽 跟嗨嗨互动时应搭配什么BGM 我会想起迷你妈你某因为我这个也是我的歌 但是因为每次我一唱这个歌它会跟我合唱 所以我都会想起它 就是迷你妈你某 迷你妈你某 有一种美好 就是刚刚好 打工人收工瞬间 内心想起的BGM是 夏天的风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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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清清清清 就很舒服嘛 就躺在床上那种感觉 睡前护肤时应搭配什么BGM 可能会放一首比较轻松一点的吧 我很喜欢春天的光和夏天的光 秋天的花魂和冬天的那样 本次是练习会唱哪首歌来安慰 那肯定是谢谢爱过 曾经那么深深爱过 谢谢爱过 曾经你深深爱过我 谢谢爱过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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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啊 谢谢啊 我有关注到 你喜欢安慰 比心前威 还不 cas 自己不易 有付费用 那种感觉 谢谢啊